开工了开工了开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二叔行走的二次元 那正月十五刚过 2021年牛年的第一次旅程呢 二叔就要带大家去往南京 大家都会觉得旅行博主 一定到的地方会是吃喝玩乐 那这次我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南京见吧 现在呢我就已经抵达了南京 今天晚上呢我要入住的酒店 那接下来的日程你以为的我是 但实际上的我是这样 哈喽大家早上好啊 现在是临近十一点钟的一个时间 今天呢我也是大概早上七点钟起床 在房间里又做了一个温习的这个工作 因为今天下午呢 大家知道我要有一个旅行的分享会 现在呢就已经到达了南京市中心的德基广场 我在这个商场的四层呢 就稍后要在民国宏公馆 这是一家非常非常重视的餐厅 我们要在这里打卡 当然最重要的是见我好久没有见到的苏三姐 OK Let's go 今天中午呢和苏三姐用过了午餐 那下午的重头戏呢 就是后面的这个欧洲野性灵魂漫探险之旅 如果大家知道南希拉夫的话呢 那黑山和塞尔维亚呢 都是属于前南希拉夫的国家 这就暴露年龄了啊 奶奶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中文 我找来了我们塞尔维亚当地的这个小伙伴来做翻译 奶奶说 中国人好 我们全家都爱中国 中国非常伟大 当你听到那一刻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 更何况我们是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这种不期而遇 太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二叔在南京私行出差的最后一天了 昨天晚上呢坐了南京的地铁回到酒店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一会呢我会在南京途牛的这个总部啊 有一场线上的直播 来聊我们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旅行 我现在呢已经在途牛总部 然后我们稍后的直播呢 就马上要开启 好像穿越了历史 其实有些教堂你可以花大概三到五个欧元 你买一张地图 其实你可以登到这个教堂的登顶 你可以上到它的二层或者是三层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站在一个高点上 然后看整个的这个布德瓦老城的时候 你会觉得又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团游之余 我们还有自己这个option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花小小的这个费用 你会让自己的这个旅途觉得它的这种宽度会更加的增加 那刚才呢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直播呢 我在途牛旅行网的首次直播呢 就已经结束了工作 特别感谢我们的搭档阿宝老师 然后今天跟我们一起 希望下一次呢 我的内容可以带来更多目的地的精彩 我是二叔 行走的二层员 下次再见